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拧上侧面的螺丝 把两边螺丝都拧上 中间螺丝暂时不拟 把两边螺丝拧上 接下来我们安装好的光杆滑车 如果是滑车的话 我们直接就审许光杆变速 我们光杆的用户可以看一下这些照片 我们首先先把光杆滑车来泡入 上下面前很流畅 然后我们将我们的下光杆夹 从下方安装均匀 如果安装比较困难的话 可以选择用携带动器 敲进一下 比如老虎前 我们下光杆夹已经安装均匀了 光杆滑车的滑滑车非常流畅 好 我们接下来 安装下光杆夹的螺丝 与固定下光杆夹 首先我们取一个M4乘以持着螺丝 从正面放入 放入之后 放入之后 我们将整机 整机倒下 睡下来 睡下来之后 我们取方形螺母 方形螺母 放入轨道 放入轨道 之后 之后我们取内耳的搬手 将它移动至螺丝下方 然后将它拧紧 然后将它拧紧 下光杆夹固定螺丝拧紧 这时候我们将加光板夹固定螺丝拧紧 好 我们下光板夹安装完成 并且滑溯安装完成 其余 其余两个 安装方法一样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 红布袋的安装 红布袋的安装 我们安装红布袋的话 首先需要把其余两个安装完成 我们这里就不安装了 我们直接为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安装布袋 好 我们许出红布袋 然后我们从上方穿入 注意一下方向 我们的穿入方向应该是滑车的一个空位置的方向 滑车的一边为固定搭带的位置 另一边为空位置 请看一下演示 这边为安装皮带的卡扣位置 这边为移动位置 我们穿入皮带的时候 是从这边穿入进去 所以我们就要从右侧穿入 然后当我们到底部的时候 我们把皮带从这边穿入 穿入之后 好 我们取把皮带 变一个这样的结 然后把它泡上 这样 泡住其中一个卡扣 我们把皮带上方也拽下来 可以看一下 我们把另一根皮带也拽下来了 将多余部分剪去 我们看一下多余大概有多少 我们将皮带拽紧 不能流出太多 多余部分大致要空到这个位置 把它剪去 把它剪去 然后我们把它弯折一下 我把它弯折一下 我们把皮带也拥有 那么多余部分 我们把皮带也拥有 这边就要脆掉 我们把皮带拥有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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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把它装入皮带 皮带夹在这里边 然后此时我们一边的滑车的皮带 已经装完成了 我们看到指出的螺丝 我们让它收紧 当收紧皮带之后 我们将后方的螺丝收紧 固定上方脚件防止它 搓位 其他三个脚件 这样我们一个框架性的结构 已经大致完成 再来我们为大家讲解一下 如何安装消息器